或许是跟现代人生活形态的改变有关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消费者 喜欢大量使用木材质和设计感十足的木质家具 作为居家的风格 自然沉稳的设计中带着个性 实现环保爱地球的精神 深受许多人的欢迎 尤其在地下人稠的环境 与生活步调紧凑的都会区 乌鸦舒适更是一种生活氛围的转换 今天就跟着毫无百科的脚步 一起来重新认识木质家具多元运用的可能性吧 张修明 国内知名木质家具公司品牌总监 设计作品曾获2012经典设计奖 年度最佳产品设计奖 及国内外设计奖项数十件及专利 无论在亚洲或欧美地区 均具有独特性与市场区隔 本着爱物习物的观念 提升物品的功能性与耐用性 为环保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秀明一开始在设计的这个领域 为什么会挑向是木质的家具 因为我想要尝试一下 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材料 像这种天然的材料 不是人造的 不是塑胶不是金属那些东西 天然的跟人造的 在创作的地方有不一样吗 或在真正执行的过程当中有不一样吗 有 因为它 一开始以为它很单纯很简单 但是它 它其实是非常难控制的一个材料 天然的木头反而难控制 对 当然当然 为什么这样 因为它是活的它会变形 它会呼吸 哦 因为那些死的 比如说是人工的材料 可能是硬的 硬度什么都是固定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它会吹着气以后潮湿 对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对 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张椅子好不好 像你现在看到它 它是一个单人椅的状态 对 像一般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很容易啊 对 你这样做很大 大家都很清楚啊 那 OK 比如说你有 比较多朋友来的时候 你可以放下来 哦 所以变成板凳了 可以变成比较宽的板凳 或者是我们坐在地下 一个矮桌子也可以 哦 小朋友在这边 对 或者是玩牌也可以 对 甚至在 我觉得在家里 放一个在靠墙 或靠在客厅的部分 也当茶几也OK 是 然后你 如果客人再多一点的时候 你可以 是不是 变成两张板凳了 坐一下 刚才椅子看起来很牢 这个会不会 OK耶 其实是很稳的耶 这一张板凳 大概可以做二到三个的嘛 然后它的承重力 大概是四百公斤 哦 所以牢这件事情 是没有问题的 是 那它的工法呢 所以这个金属的部分 是它的 刚才吸起来的磁铁了 对 它两张结合是利用这个磁铁 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这个椅子是用手工的损接方式 它没有用螺丝 没有用钉子 所以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用它的吸铁的部分 对对对对 其他这个部分 都没有用钉子 是用水接手工做成的 对 所以它的承重力 可以达到那个样子 了解 这张除了是一个 可以用来静坐 成丝的靠以外 把它展开来 又可以成为桌子 人多时更可以拆开来使用 一物多用的特点 不仅让平凡的物品 呈现不同的使用样貌 耐用 持久的优势 降低了物品被弃制的机会 成为现今环保的新选择 所以它就是一张雕花的椅子 不可能吧 应该还有别的功能 对 一般 这是像一般普通的椅子 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OK 而且蛮凉的也有雕花 然后呢 你家里有小朋友 小朋友 或者是可以有需要爬比较高的地方 变梯子 拆不到 哦 梯子 哦 书柜拿东西 对 餐柜拿东西 很方便又很牢 哦 也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的 哦 变成大椅子跟小椅子 请坐 请坐 哦 三种功用 还有 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也是可以 当作一个脚踏的功用 怎么做 先做 第四种功用再合体 小朋友也可以做 对 像这样 或者是老人家 对 或者是比较不方便的 有一个脚踏的 其实更舒服 所以今天看到这张椅子 不只是怀旧跟雕花 它其实有四大功用 承袭传统工法的物品 不需一丁一卯 就能随使用者的目的或心情 任意将物品变换成当下最适合的用法 大大满足了使用者的需求 而自然的木材质散发出来的温润感 不仅能在无形之中消除生活压力 创造质浮温暖的居家生活 在运用大量木材质的空间里 更凸显出一派自然的居家品味 原来回归自然就是这么简单 看电视圣网站搞定装潢 找到最优质设计师 快来设计家按赞 请上Facebook搜寻设计家粉丝专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